大哥 你是来自未来的男人吗 怎么预告的股票 一档比一档飙啊 你看来劫大涨创高咯 另外呢 9号涨停 新能高大涨快要9% 还有台要双红 都上涨超过了半根涨停板 真的是太强大了 旺季 做梦 做账 这三大行情 现在可是同步启动啊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 继续赚呢 大人哥 好 那跟上最好赚的一段 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要看 均线伸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11月20号 星期一的忍者无敌骨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库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 大家好 哇 几涨的台北股市呢 如同大人哥所预告的一样 今天是在高档 持续的震荡整理 不过来看看个股表现的 却相当精彩哦 大人哥分享的赵立 9毫还有电影头控是全部的给他亮灯掌停 另外灰达在台湾时间周三的凌晨才要公布财报 但是看看盘面 今天AI族群似乎有偷跑耶 大人哥你怎么看呢 好 德鱼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 11月20号星期一的下午的2点15分 那先给你看几个数据 你就会觉得说原来如此 来 先看这个 这是今天的新台币盘中的汇率 那目前的话是2点多的时候 是大升了2.18角 那然后呢你会发现说 它这一波直接从 这往下跌这个是升值 升值反向的 来 这是从32.495接近33对1美元 这边已经到了31.642了 那是谁在买 很清楚的啊 就是外资进来买台股了啊 好 所以呢 在台股在这样上涨的过程之中的话呢 再给你看几个数据来 好 真的大涨了1200点了 但是呢真的你看到了是 台积电就默默的不太给涨了 那这是谁在做的事情 我也跟你说过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黑手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的关股 对啊你看你看看清楚 这个我可能没有要给你放很大 因为这真的太多太多的表格资料了 那你就用红色绿色来分 好来 这是谁 关股券商的买卖超 然后呢从上个礼拜连续卖了5天 然后呢分别的话是42 41 86 34.5跟58总共卖出了263亿元 263.88 那然后呢你看到的是谁 外资连续买了5天 这是上市买了1218亿元 然后后面我这边顺便再加一个上跪的部分的话是 加起来的话是1333亿元 所以当外资在偷偷买 因为当外资在回头买台股的时候 是我们的关股券商 我们的黑手 我们的基金 国外基金正在偷偷给你倒股票 你又觉得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弄 你为什么不能让台股好好涨 为什么不能让这个行情继续往上涨上去 涨2千点多好啊对不对 我说不对 真的不对 我们的黑手正在做 我觉得我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正在压抑的指数 压抑的那个指数空间 然后呢让现在目前你看到的台股 轮动得更好啊 轮动得更漂亮啊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台股大盘中场 来来来 我刚刚看到了是不是 上涨了好不容易 勉强上涨了1.52% 这个是 我说是好不容易 真的你看 原本盘中就晃晃晃晃晃晃晃 盘中还跌多5、6、10点 然后结果微盘就再偷拉上来 小涨一点 对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大盘加权指数 尤其是以权子股为主的大盘 但是呢 你看 你看 这里给你看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啦 这是今天涨停版的 一头拉股呢 这是今天涨停版的 红通通的一头拉股的 全部都亮灯的 一页看不完 一钢子股票 真的一页看 真的啊 你看 哇 对 是不是 好 然后里面有谁 新能高 是不是我们的大人哥投资周报 分享的股票 对啊 然后呢 你再看看还有谁 9毫 是不是大人哥投资周报里面 分享的股票 分享的股票 对 然后呢再往下看 你应该会看到 375的电影投控 我不知道它落在哪里啦 在这边 在这边 来 这里啊 照例和电影投控 也是 不是这个礼拜的 是上个礼拜的电影投控 涨到这个礼拜 等于连长了两周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过到的 拜托你 不要看着指数 不要以为大盘在那边晃啊晃啊晃啊晃的 就是好恐怖好恐怖 大盘在破底的时候 是谁在给你勇气 是谁在跟你讲 就是错杀抄叠啊 那就是 那就是 鬼故事一大堆啊 然后呢 如果你真的错过的那一波的行情的话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我们的liet 我就没有办法再跟你一一来去做解释了 这里 你会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在 我的liet的 右上角 的记事本 你一定都看得到 里面过去的轨迹 比方说啦 那个什么什么 回答禁令 为什么黄澄迅还可以来台湾吃吃喝喝 对 因为他知道啊 降龟就继续卖啊 然后呢 大盘在跌破16200点的时候 有没有 跌 那个10点半 这是哪一天 10月31号的时候 10月31号的时候 大盘突然跌超过100点 新闻跟你说 是因为什么伊朗 什么以色列那边 什么红线有的没的问题 我跟你说 不是 那是为下跌找理由 那 为什么要下跌 原因就是因为 市场在观望 你现在都看到了 FED利率决议会后 就是利空 然后呢 出镜开始往上喷上去 然后呢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到说 还好啊 我没有看到很恐怖的事情啊 来喔 这边我跟你讲 这里 我这里 有没有 我说 那又一次跌破16200点啊 然后呢 估量才2300亿啊 没有典型版啊 我怎么就觉得 一点都不觉得恐慌耶 可是如果 你看到我们节目 或者说你看到新闻 你会觉得说 我们节目怎么会 一直跟你讲说 不恐怖 不悲观 可是你怎么看新闻 好恐怖 空头来了 你会觉得有点错乱啊 但是呢 如果回来到 现在目前的状况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真的就是 新闻内容就是看看就好啦 因为 真的有鬼故事 那种什么什么 错杀抄底的时候 那个一堆的股票 那可是呢 我还是这样讲 就是目前为止有太多 恐怖的事情 如果你因为 新闻而害怕到的话 那不好意思 现在的时间是11月的20号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我跟大家说过了 旺季行情 有就是有 我看到的就是有 我看到的数字也有啊 谁跟你说没有的 什么什么旺季行情落空的 我看到的是 做贸行情有没有 有啊 否则为什么今天的 楊智佑要涨停板 它有没有素质 有没有活力 没有呢 为什么可以涨停板 因为它是联发科 半联发科集团的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九豪今天可以涨停板 因为 投资周报给大家的啊 不过我顺便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补充就是 那个为什么今天的九豪会涨停板的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线型 这是不是6127的九豪 整个代代 这个虚线 这个虚线是不是画出来了 就是说 你如果前 去年 应该是今年的大概 三四五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大概有九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要玩九豪的话 你要操作九豪的话 你要买卖九豪的话 你会觉得很讨厌 因为 跌到20 涨到26 跌到23 又涨到25 晃啊晃 晃啊晃 晃半天之後 總算好不容易 噴出去給大人更長頂半 那這就是我們說到的 整個代彈 然後呢 順水推舟 然後呢 三勝三勝 然後呢 我們其實也有把相關的內容 把它分享給大家 就是那個大人哥 財經軟實力的節目裡面 或者是我們之前有 之前有不斷跟大家講過的 操盤七世 對 操盤七世 整個代彈順水推舟 三勝三四 然後呢 四不過三開始離門 踹腳 就落井下石 然後就崩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相關的內容的話 請你 把我們的YouTube頻道 把它看回去 那我順便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在我們休息的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去我們的Lineat右上角 記事本 去把大人哥投資週報 去給它下載回去 然後呢 我剛剛就有一點點 生氣氣 就是我發現這一次的週報 那個下載的人 還是超過上千人 可是呢 那個點按讚的 點分享的 竟然只有200多個 怎麼都不按讚 要給我們鼓勵啊 這是怎樣 好 來 你如果再不按讚 我下次就不分享 真的啦 要給我們鼓勵跟支持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 步驟一 步驟一 記事本 步驟二 步驟二去下載 那個大人哥投資週報 裡面我告訴你 今天 今天是誰漲停板 新能高 快漲停 然後呢 9毫漲停板 剛剛看到的超盤稀釋的 順水推做三升三次 然後你還看到的是 我上個禮拜五 預告說我要寫到週報裡面的 那一節6799 今天盤中漲7% 收盤漲4% 這些股票 待會下半段 再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第三個步驟的話 就是按讚 然後呢 你要留言 我鼓勵你 那如果有留言的 我們之後可能會有 額外額外的 Special的好康 會跟你做分享 那可以歡迎把它分享出去 這是Linead的部分 那真的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一些 內容在我們的 Linead跟別人都不一樣的 YouTube也是一樣 那我的YouTube留言板 也是完全開啟的狀態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的時候 再跟你多聊一些 當前在台股在盤勢指數不動 可是個股這麼活潑在輪動的時候 你怎麼樣能夠掌握資金 掌握現在目前的行情的流向 我先進一段稿告 下半段回來 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 謝謝大家 歡迎繼續回到 陳崑仁分析師的YouTube頻道 為您進行的是股魔力的單元 那麼剛剛呢 在上半段的節目當中 這個大人哥提到了 就是指數幾漲之後 目前進入了高檔震盪整理 但是個股活潑的不得了 特別是這個中小型個股活蹦亂跳 到底應該怎麼樣掌握這樣的一個行情呢 趕快把時間交給大人哥 好 德宇豪大家好 我們就繼續後半段的節目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在後半段 在比較偏選股跟操作的重點 那就我剛剛上半段的時候講說 YouTube的留言板是完全全面是把它開啟的 那我歡迎良性的互動 但是不歡迎批評謾罵 所以像週末的時候 我又刪了幾則留言 那個是在留那個鄭志文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我覺得如果能夠對現在目前的台股行情 是好的 或者是說讓大家都能夠賺錢的 那對經濟好的就是好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政治立場 但是不要你在這邊去做一些政治的言論的發言 那我順便講一下上個禮拜五的一些留言板的內容 來 這是我們上禮拜五的影片 我是不是有跟你預告說 來6799來一節 因為我看好他跟艾普的合作 然後我會把它寫在這個禮拜的週報裡面 所以他今天的盤中一度大漲的7%多 結果漲停了一大堆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好拿來縮嘴的 來 繼續往下看下去 你看這裡 這裡 其實我們一些好朋友就跟我們做一些互動 你看這裡 藍白河的關係 是因為觀光類股才會突然變這麼強勢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也有問到說 會不會下個禮拜會不會繼續漲 好像在這邊吧 這裡你看了 來 請問觀光旅遊股下禮拜 趨勢一樣強勢嗎 我看到了一些內容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我們的週報裡面 對 你有沒有拿到週報 還沒拿到的話在我的LINE 記得去下載 我這裡面講到什麼 我說在操作策略的第三點 叫做是 第二點 我這邊特別寫到是因為民調的認知落差 所以藍白河又變成藍白拖 不是那個藍白拖那個拖 不打蟑螂那個 是藍白拖 又拖拖了 可是呢 我這邊講法到的是 觀光的族群 會先去反映短線的漲多和利空 所以你看到有沒有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真的掌握資金流向是重要的 你看2748的 雲品今天跌7.8% 然後呢 就是你會發現說其實 上禮拜沒有漲的 今天也跟著跌 三副 我說那個東北亞旅遊的 結果今天跟著跌 然後呢還有什麼2719的吧 那參行旅跌停啊 然後呢還有誰 5706的鳳凰 今天也跌了7%多啊 對 所以我說過了 我的週報裡面 我一樣有放觀光股 但是絕對不是讓你看到我的週報裡面的話 就直接跳下去買的 因為你必須要看懂我在說什麼 跌 我希望它跌 但是我希望它是跌下去之後 看到熟溫轉強的 所以這些相關的重點 我們節目 有跟大家講過 那 今天我猜有很多人 就不太 不太敢再跟你講那個什麼觀光旅遊股 可是我告訴你 我們就是提前跟你做預告 提前跟你做分析 尤其是留言板這邊的粉絲 跟我們去做這些相關互動 那另外這邊有一位問那個材料KY 然後我這邊就 他最近的行情看起來還好嗎 你這樣問的話我覺得是對的 你不要問我說 會不會回來到1000塊 那是 那是市場上面決定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的是 你看他前幾天為了利空謠言 開了一場法說會 但是呢 上面的套牢壓力看起來還不小 那 那個感謝 A936 然後給我一個回饋 就是感謝晶僻的建議 那其實我不是建議啦 我真的是解析而已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就在我們跟大家講過的過程之中 4736 63 那個材料 今天又再崩了4%多 今天的台股喔 我們剛剛不是看到囉 一堆的漲停板的股票嗎 可是呢 4763的 這個材料 就如你看到的 這邊有一個比較麻煩的頭部 跟跌破的月積線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 可以跟我們 就是我們跟你互動 一些相關的分享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做一個交流 但是不要問我 就像我剛剛說到的 不要問我 會不會再回來1000塊 可不可以買材料 可不可以買什麼什麼股票 不好意思 無可奉告 不知道 我真的真的沒有辦法 那個在 法規的許可範圍 我們多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 法規不準的事情的話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 回歸到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你看今天的 我剛剛說新能高差點漲停 其實你看盤 收盤已經漲停了 所以你看這個 就是週報裡面的股票 新能高 然後呢 9毫 然後呢 還有誰 324的雙紅 你看 有沒有偷偷 偷偷默默的長得奇葩多 對 那就不依一點名了 可是我要講另外一個族群 就是 雙紅也好 或者是 AI也好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突然偷偷的 好像有點要爬起來的感覺了 嗯 廣達 1.68%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就跟大家說過啦 因為 是因為這個禮拜 就是 11月21號的盤後 就是台灣的時間 台北時間是 11月22號 禮拜三的凌晨的6點 揮達就要公佈他的財報了 那預期的話是超級無敵好 但是呢 股價表現來說的話 我不知道到時候會怎麼反應 可是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短線上面去做 那個利多出盡 或者是說創高拉回 的過程的話 我覺得也是無可厚非 因為你看啊 NVDA 你看 人家叫做是歷史新高耶 人家叫做是收盤價創高 因為這個502這邊的話 是因為他是黑K棒 可是你如果單單看收盤價的話 他的收盤價在這邊 494.8 那這個就是歷史新高的收盤價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也帶動了我們現在目前的台股的 投資價值的 AI族群 你看剛剛廣達漲1.68% 然後呢 技嘉的話漲1%多 然後31231的偽創的話 目前的話 今天也是想要去挑戰 100元的整數關卡 只是他就真的是 沒有那個 就是爹不疼娘不愛 主力不想拉 然後他就只有投資價值 所以 目前的狀況的話就是這樣 可是你會發現說 像我們剛剛不是說到了嗎 你看像什麼 2383的台光電 你看今天漲5%多 然後我們是說3324的雙紅 今天漲7%多 這種就是真的是 就是把那個AI的族群好像又有 喚醒的感覺 所以資金輪動的過程 回歸到 你可能想要知道的問題 你說你怎麼樣抓住那個資金的賣動 資金的流向 其實你就要往前看 好就是像我們上個禮拜 說我看好觀光 原因是因為看解封看兩岸 那但是結果突然一個藍白河 它就突然噴上去了 可是藍白一藍白拖 它就掛掉了 可是這個禮拜你又看到準備要有回答財報了 結果AI的族群又動起來了 或者是說你看我們不是有跟大家講過像那個什麼 3715電影投控經驗漲停板 然後那個3548的照例經驗漲停板 那這就是分屬在電動車趨勢成長 還有就是在所謂的手機的 折疊手機的那個部分 對手機軸承的部分 那這些族群都是我們跟大家提醒過 預告過 然後呢也跟你講過說 反正現在選股就是選政策選趨勢選庫存條碗 所以這就是 我覺得行情沒有 沒有新聞想像中的那麼複雜 那現在目前的一個狀況真的是 我們內資 我不管外資的狀況 當然外資這幾天是繼續在買超 那我還是說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內資的本土的資金 還是在逢低買股票 還是在加碼股票 因為年底就是11 12月的時候 12月還是有那個很麻煩的作帳行情啊 因為我說很麻煩是 你也很棒 我也很棒 可是我就不能輸你 所以我就要 我就要找一些股票來認養 就去去去去去去做作帳 所以這就是你會即將會看到的行情 作帳行情開始啟動 還有就是年底的集團的作帳行情 也會開始啟動 所以這就是你現在目前正在看到的 我跟大家提前分析提前遇到 在就是10月底我就跟你講了 不要怕 不要怕 然後現在我還是跟你講一樣的話 就是最好賺的一段正在開始中而已 所以如果你這個時間點A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半段還有聚保期很重要 要跟大家講的來 所以時間的關係 如果你真的還不知道如何去做操作的話 那 忘記行情啟動中 然後座幕行情啟動中 那作戰行情也是啟動中 所以如果你真的 實務鏈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你如果不是公司派 你如果不是主力法人 如果你不是VIP的客戶 研究機構這些領先資訊的人 或者是說我把我們的週報分數去給那些法人來索取的時候 你如果可以的話就跟上在上面這一群 可是你千萬不要變成是這邊 研究報告真的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新聞媒體真的出來的時候 我這邊放韭菜 這一顆是韭菜 下面這邊的話叫做是那個什麼細菌 灰塵蟻 很辛苦 我們投資朋友真的很辛苦 所以千萬不要變成是最後最後那一個被別人吃掉的人 或者說不要變成是韭菜被割的那個人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你真的需要協助 想要跟上我們的獲利團隊 去把最好賺的一段把它賺起來的話 用LINE 用0800來跟我們做恰學 以上就分享給大家了 邀請大家記得把您正在收看的 陳昆仁分析師YouTube頻道給訂閱起來 不管是正在進行的股魔力單元 還是單會要登場的聚寶期單元 都邀請您看起來誰回去 邀請您跟著大人哥一起來賺最好賺的這一段 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大人哥的light直接私訊 我們的ID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祝您操作順心發發發 也再次感謝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陳昆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